我们在对场景中的物体做移动旋转还有缩放这些变换操作的时候呢 特别要注意到坐标轴向的问题 除了可以利用变换Gizmo里面提示我们的坐标轴向来判别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打开轴约数的面板 在主工具栏上空白的位置单击鼠标右键 在轴约数的这一项命令里面打勾 就会开启轴约数的这个面板 轴约数的面板呢 跟我们在使用变换Gizmo来做判别呢是一样的 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要对这个物体呢 做一个Z轴向的一个移动的变换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Z轴向变黄色的时候呢 激活的状态底下按住鼠标的左键 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轴约数的面板呢也同时切换到 Z的轴向然后来让我们在Z轴向呢做一个移动的变换操作 同样的我们可以切换到X轴向 切换到Y轴向或者是XZ平面 YZ平面或者是XY平面等等 另外我们变换Gizmo上的这个轴心位置呢可以做调整 我们找到层次面板将颈影响轴的这个按钮呢单极鼠标左键给激活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轴心点位置 调整好了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把颈影响轴这个按钮呢给弹起来 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对它做其他的变换操作呢 它的轴心点位置呢就是我们刚才移动过的这个位置 轴约数另外的运用呢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将这个 变换的Gizmo给隐藏起来按下键盘上的X键 隐藏起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利用轴约数面板切换到 限制的轴向呢或者平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现在呢在做一个轴向的一个约数变换 比如说呢我们先限制到Z轴Y轴X轴或者是其他的平面这部分 当我们一次选择多个物体来做变换操作的时候呢 它的轴点中心呢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是使用轴点中心在主工具栏上 这个图标的呈现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变换的时候呢 它会按照自己的轴点中心来做变换的一个操作 第二种情况呢是使用选择中心 使用选择中心的情况呢它就会以公用的一个中心 作为它的轴心来做一个变换操作 第三种情况呢我们选择多个物体 可以将它的变换中心呢切换到使用变换坐标的中心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顶视图要做一个变换操作 会看到它围绕着中心轴呢 是以一个变换坐标的中心做为它的中心轴做一个变换操作